这是一只七千万年前的螃蟹 此刻它的眼神里充满恐惧 因为下一秒 对于拥有尖利牙齿的恶龙来说 螃蟹是它们补充蛋白质的最好选择 一旁的小恶龙饿坏了肚子 也偷偷探出头来 准备大肆捕猎一番 但可惜的是 它们似乎比螃蟹高不了多少 只能让龙妈妈咬碎硬壳 让兄弟三人一起分享 但其中一只小家伙似乎有自己的想法 它盯上了不远处的另一只螃蟹 看主目标 飞速前进 只可惜就差一点 但小家伙并不死心 它偏要再抓一只证明自己 龙妈妈大叫着 让它别跑出自己的保护范围 小家伙叛逆地摇了摇头 没想到螃蟹捕馋黄雀在后 它刚跑两步 一根巨长无比的舌头就弹了出来 一口将它卷进了肚子 剩下的两兄弟看得瑟瑟发抖 赶紧躲到母亲脚下 龙妈妈看着吃掉孩子的魔鬼蛙 发出阵阵低沉的怒吼 作为史上最大的产畜 吃掉这只小龙 它接下来的一个月都不用挨饿了 龙妈妈虽然无奈 但也只能带着剩下的孩子 灰溜溜地离开 在这食物匮乏的时代 失去孩子的并不止恶龙妈妈 这只体型巨大的霸王龙爸爸 正带着五个小崽子们横渡海峡 霸王龙拥有中空的骨骼 加上强有力的后肢 是恐龙族中游泳冠军的存在 成年的霸王龙是陆地霸主 在水中也同样能保护好自己 但霸王龙宰宰们就有些危险 因为这片海域 藏着地球上最大的捕食者 苍龙 他的体型堪比两只成年霸王龙 足足超过15吨 孩子们都紧紧贴着爸爸的身体 出了最后面掉队举置 苍龙丝毫没给他挣扎的机会 瞬间消失在了海面上 上岸后 霸王龙爸爸看着成为平静的海面 内心顿时感到一阵说不出的难过 自己一胎15个幼崽 如今只活下来4个 弱肉强食物尽天择 这就是白恶纪时代生存的法则 这只七千万年前的不明生物 刚想探出头 就又坐回了客里 因为一只霸王龙走了过来 作为陆地的霸主 他对活的海龟不感兴趣 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了另一只海龟上 这只死去多时的海龟 足足有两吨重 刚好能够饱餐一顿 霸王龙宝宝也想过来蹭口吃的 但却被爸爸一声怒吼吓走 他要锻炼孩子们自己捕食的能力 随着夜幕降临 刚孵化出来的小海龟们 慢慢从沙滩爬出 他们是霸王龙宝宝训练的绝佳对象 没见过世面的霸王龙宝宝们 直接被海浪吓了回去 看来他们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一处北非的悬崖下 刚出生的翼龙宝宝们 想活下来也不容易 翼龙妈妈早早就离开了这里 为了提高存活率 他们必须依靠手足 骑心协力爬上悬崖峭壁 在崖顶会合 他们必须学会飞行 没有老师 更没有母亲 唯一能够依靠的 只有他们自己 小翼龙们在崖边来回地愁出试探 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因为一旦失败 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 终于 一只勇敢的小翼龙 展开了轻如红毛的双翅 他的兄弟姐妹们紧随其后 排着整齐的队形 向对岸的物林前进 只有到达那里 他们的生命才算真正开始 突然 一只巴巴里翼龙划过天空 瞬间冲散了小翼龙的队形 面对这样的天敌 小翼龙们根本没有反抗的能力 只能收起翅膀 利用下坠速度来躲避 但低空飞行也就意味着 更难到达队岸 失去了风口的托距 这只小翼龙被迫降落在其他翼龙群中 这只翼龙的生命就此结束 最终到达蜜林的翼龙寥寥无几 这片蜜林为他们提供了食物和保护 也许五年后 他们才能飞回广袤的大海 加入成年翼龙的行列 这是七千万年前地球的海底 一只蛇颈龙叼起一块鹅卵石 用力吞咽下去 接着他又叼起第二块 蛇颈龙不是闲着无聊吃石头玩 而是因为他们吃了太多坚硬的食物 例如螃蟹 贝壳等 为了促进消化 他们必须潜入海底 找到光滑无棱角的鹅卵石 作为压载物和魔囊石 才能消化胃里的食物 然而同样拥有这种智慧的 还有海洋霸主苍龙 只见他慢慢潜入深海 看准一只蚂蚁大的小鱼 张开了血盆大口 眼见小鱼已经游进了嘴里 苍龙却一动不动 然而他来这里并不是为了捕猎 而是为了按摩 苍龙其实是巨型蜥蜴的一种 每到夏季 苍龙都会来到这里 让这些小鱼虾帮他退去就批 他尽情地享受着大宝剑 请到深处 他甚至还会翻个面 结束后 他就会把头探出水面 张开锯口 呼吸新鲜空气 正当苍龙感叹世界美好时 突然 一只年轻的苍龙来袭 他是来争夺领地的 看来这片小鱼会所非常受欢迎 正都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直到一方放弃 所以 考古学家总会在苍龙的化石中 发现同类破碎的牙齿 这都是他们为生存而占的证明 随着年长苍龙向海面扶去 年轻苍龙 被永远埋在了这片海域 尽管下一位挑战者很快就会到来 但现在这片暗礁 仍然是他的领域 对于海洋深处的局势来说 今晚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夜 他们周身散发着梦幻般的蓝色光芒 在平静暗淡的海洋深处 寻找着同平共争的伴侣 这两只节奏相同的局势交织在一起 共同孕育着他们全新的生命 然而 盛大和绚烂的光芒 仅仅存在于今晚 当第一缕晨光来临之时 他们就会静静躺在沙滩上 让海浪扑向生命最后华丽的乐章 这是史前最庞大的陆地生物 泰坦巨龙 身高26米 体重约40吨 他们放弃原本肥沃的土地 朝着不远处的龙群 浩浩荡荡的前进 他们不是来争夺领地 而是来参加相亲大会的 熊龙一个个竖起自己高傲的场景 脖子上的气囊随着呼吸不断起伏 是他们发出求偶的信号 但在雌性巨龙眼中 这些平庸的熊龙似乎有些自作多情了 他们真正在乎的 只有这只脖子最长 体型最大的熊龙首领 他伟岸的身姿 是全体雌龙的梦中青龙 但这次 首领迎来了他首位挑战者 一头更为年轻的泰坦巨龙 为了争夺霸权 两只巨龙争斗在了一起 巨大的脖颈相互攻击 每次甩动巨大的脖子 都需要尾巴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然而这种厮杀拼到最后 就是二者耐力的较量 因为挥动如此巨大的身躯 本身就是一种挑战 随着年迈的王者轰然倒地 年轻巨龙终于确立了他霸主的地位 尽管下一位挑战者不久就会到来 但至少这一刻 他能站在巨龙群里傲视群雄 当然面临求偶烦恼的 绝不仅仅只有泰坦巨龙 这只非常爱干净的石肉牛龙 也是其中一员 为了俘获女神的芳心 他特意清理出了一块干净空地 扯断杂草 剔开树枝 甚至还不忘用尾巴清扫一下地面 随后他气沉丹田 发出了专属求偶的地面 这种极具频率的声音 会随着浓密的植物 传播得很远很远 很快 一只雌性牛龙听到呼唤 慢慢从森林中走了出来 雌性石肉牛龙的体积 都比雄性大 丝滑地转个圈 表示自己身体健康 但这些远远不够 除了拥有强壮的身体外 还要有特殊能打动雌龙的技能 比如跳舞 石肉牛龙没有坚硬的脚 也没有惊人的尾巴 但他有一对迷你可爱的小手 风骚华丽的舞姿随着节奏摆动 俨然一副恐龙舞王的姿态 雄龙的告白会成功吗 这绝对是恐龙界的尬舞之王 石肉牛龙为了得到雌性的青睐 伸出自己袖珍可爱的小手 疯狂卖弄华丽的舞 女神似乎被他吸引 凑上前仔细打量着他 随后却转身离开了 看来雌性石肉牛龙并没有对他心动 无奈的熊牛龙只好回去 继续捡垃圾 期待下一位女神的眷顾 除了爱打扫卫生的石肉龙外 森林里还生活着另一群有怪癖的恐龙 三角龙 他们以白草为食 由于缺乏分辨能力 他们通常会吃到一些有毒性的植物 成年的三角龙身体强壮 但幼年的小龙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还好三角龙有着自己的独门解药 就藏在一个幽暗的山洞中 小三角龙通常会跟着大部队一起前往 但山洞太过狭长 又没有丝毫亮光 尽管小三角龙仅仅靠着家人 但还是在不知不觉间走丢了 这对他来说绝对是一场灾难 因为一旦迷路 很有可能葬身山洞 还好凭借着求生的本能 他嗅到了族群的气味 循着长辈的足迹 他一步步来到了目的地 一口黄土下肚 中和了三角龙体内长期积累的毒 当然 拥有这种超前智慧的恐龙 也不止三角龙一种 眼前这只伤齿龙更加聪明 当山火来临时 大多数恐龙都会选择逃离森林 但他却折返了回来 卑鄙寻常的身体结构 注定了他拥有敏捷的身体 卡兹兰大眼睛给了他敏锐的视觉 即使在弥漫的烟雾中 也能洞察一切 他们通常会叼起着火的小树枝 一路狂奔来到没火的地方 然后再次点着火 制造火灾的假象 这样一些愚笨的鼠类就会上当 纷纷从藏身之处跑出来 伤齿龙轻而易举 就能将他们一帮打尽 如果恐龙的时代延续至今 那么伤齿龙很有可能进化成 第一批恐龙人 一头老年霸王龙争着血盆大口 津津有味地品尝着自己的战利品 三角龙 虽然霸王龙获胜了 但从他皮开肉战的伤口 和断掉一截的尾巴可以看出 这场战争赢得并不轻松 但无论如何 他终究还是守护住了 自己陆地霸主的威严 饱餐一顿后 他来到了河边 喝了口水润润嗓子 随后缓缓走进水里 惊喜着自己象征荣誉的伤口 喝水的清凉也被他带来了一丝味景 这时他突然闻到了一股熟悉的气味 抬头一看 果然河对岸传来一声怒吼 是一只更为年轻的霸王龙 随着他慢慢靠近 年老的霸王龙突然发现了一场 原来是一头雌性霸王龙 这顿时引起了霸王龙的兴趣 霸王龙扬起脖子 向雌龙传递友好的信息 雌龙也没有争斗的意思 同样扬起脖子 以示友好 最后 两人进行了友好的面部接触 这种肢体语言 对霸王龙来说十分敏感 因为战斗过后的熊龙身上 会有一种特别的气味 这或许也是吸引雌龙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跟着熊龙慢慢走进了小树林 随着春天的阳光照射下来 两颗蒙动的龙心交织在一起 在经历了漫长的五秒钟后 熊龙缓缓离开了此龙的身体 未来几周内 他会和自己年轻的伴侣持续打扶克 这样才能保证产出更多的龙蛋 此龙一窝会生出15颗龙蛋 而这些龙蛋 就是霸王龙未来繁衍兴盛的希望 这部由苹果和BBC 联合重金打造的史前星球 深度还原了亿万年前 神秘而未知的恐龙时代 被网友评价为 近几年来最好的恐龙纪录片 让人不得不感叹远古生物的伟大 然而自然界的奇妙 一直在等待着我们的发现